人有三级啊 出门在外的时候 你要上个厕所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以前总结的经验 就是去五星级酒店 去大酒店里面 那个一般不会拦着你的 而这个很多人呢 是因为在办事当中 或者路过这些办事单位呢 就想着这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地方吧 所以就进去方便一下 结果人家不让你方便 以前就有这个市民到这个社区服务中心 上个厕所 结果人家不让保安费把他赶出来 而最近呢 在这个住建局里面 也有办事的群众呢 想上厕所 被人家赶出来 不让用 当然保安和工作人员 是陪着这个市民去上厕所的 那这里面很多原因啊 确实一个方面呢 我们首先要反省自己 很多人上别人的厕所啊 确实是不遵守公共卫生啊 搞得到处都是脏 所以导致这个厕所拥有单位 或者管理单位呢 对这个外界这件事情是很在意的 很介意 那因为你毕竟是免费使用嘛 当然这个别人有些意见也很正常 但是呢 确实一个厕所 作为这个窗口单位的话 这个厕所必须无条件的 开放给市民使用 这里面各种的取值 我觉得大家可以多讨论一下 但是确实上别人的厕所 还是应该尊重别人的规矩 规定啊 即便是三级了啊 那我们还是尽量的找公共厕所 去方便的好 就有点与务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